剛剛呢就是問到我 那我從小有沒有做過一些明星夢啊 或者就是喜歡做明星的這種感覺 我是一個怪胎 我從來想都沒想過 反而我是有這個醫生夢 從小呢就是閉著眼睛就是開刀 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我是從小就是 喜歡生物科 我喜歡science 因為我媽咪是個醫生 所以從小就是在這個範圍長大 所以很喜歡那一方面的東西 那看到歌手就覺得喔 唱得好棒喔 但是我不會羨慕 或者不會去想到 喔 有一天我要做一個歌星 真的從來沒有想到 但是我從小就很喜歡跳舞 非常喜歡跳舞 例如說我是一學會站起來的時候呢 忘記幾歲了 應該一兩歲的時候呢 學會站起來的時候呢 我聽到P螺絲的歌我就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屁股就跟著一直動喔 所以媽咪就是從小就很喜歡看我扭屁股喔 所以到現在呢 扭屁股這動作還是要放在我的舞蹈裡面 我到現在 嗯 一聽到快歌自然就好像有個毛病 一定要跟著一起跳舞 這是沒有辦法停的 沒有辦法stop 好像比較好笑就是我在家裡整理房間喔 可以花五六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放著快歌 一路整理一路跳舞 那冒雨就想要罵我神經兵 就是這不知道我在幹嘛 為什麼會跳舞這個歌壇呢 那個時候是我從高中畢業了 然後放暑假很無聊啊 就會去香港看兩個姐姐 那一段時間我就參加了這個歌唱比賽 那也是香港一個最大型的歌唱比賽 譬如說梅艷芳啊張國榮 我都是出道從這個歌唱比賽的 那參完之後我得到這個第二名 從一萬多人拿到這個第二名 那參編公司呢就 就給我一個contract 一個那個叫什麼 一個合約 希望我做一個歌手 那我心情很矛盾 因為我是要準備做一個醫生 那所以心態不太一樣 但是我媽咪說看到我在舞台上 發揮的那一種魅力 發揮的那一種感覺 我覺得好像天生就是有一點點這個天分 所以媽咪非常支持我 她覺得不想埋沒掉我這個天分 所以我覺得嗯OK 連媽咪都那麼支持我 我就試試看 那我覺得自己也是蠻幸運的 因為從入行就是進去這個歌壇 到現在我覺得都是一帆風盛 都碰到非常好的人 那我覺得從不好的事情 也有它的好處 我覺得我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是我的意思 每天都在這裡 有的地點 是最怕的 會隨身體 有的地方